我們可以看到 包括我們的疫苗 現在傳出來說 有所謂的前課 到底怎麼回事 新任的仇恨值聯盟最高的 衛福部長薛樂園 他告訴大家 陳時中為什麼仇恨值會高 大家討厭他 是因為當年他斷人家的財路 有所謂的疫苗前課 所以現在人家要報復他 所以他選不好 大家討厭他不是陳時中太壞 是因為這些要賺黑心錢的人太壞 太糟糕了 但是一畫出來 因為他點名 點名工商團體 還有包括宗教團體 所以當時那些說要捐錢 買疫苗這些人 你們現在都是壞人 都是壞蛋 所以三三會理事長林伯峰 他跳出來說 我是捐錢給你 我不是要做怎麼樣 你們政府做錯事 你就應該要承認 到現在還在那邊唬爛 然後包括佛光山 佛光山說我們從頭到尾 就不可能透過前課 去買賣疫苗 絕對沒有這回事 而且佛光山還講一個重點 他說這一些疫苗坦白講 這些我們當時都已經講好了 佛光山 佛光山 慈濟 鴻海 大家想想看 他們有幾個是笨蛋 鴻海會被人家騙嗎 慈濟會被人家騙嗎 佛光山也做了很多國際醫療 他們會被騙嗎 我們倒是覺得會被政府騙 後來大家問他說 薛樂園你這麼重大的指控 請你點名 到底誰是前客 要賺這個黑心錢 他說 還有 哈哈哈哈 記者問他他還大笑三聲 這個問題太幼稚了 我不想回答 然後陳時中說 因為韓國有被騙過 所以他才會出手 然後他們都還講說什麼 因為有些人可能連疫苗都沒看到 就叫你先訂 先交出百分之三十的錢 他是怕你被騙 可是坦白講 政府在那個過程當中裡面 佛光山就有講了 他們其實都已經準備好窗口 疫苗都拿到了 但是最後對方說 必須要政府跟他做接頭 也就是政府要出面 但我們政府不出面 佛光山的意思是說 我們都弄好 都喬好了 就是你政府不出面 那個時候大家奧奧逮捕 等疫苗的時候都準備好了 工商界 奧密托弗們 都已經準備好 但你政府就不點頭 你就互高端 人家已經講得這麼白了 所以吳子嘉也爆料了 說真正的前客 是一個姓吳的民進黨立委 當時去破壞人家 你背後代表到底是誰 然後還有包括高登 當時高登 小吃店 買空賣空 那出這麼大皮肉的時候 阿中怎麼講 給人家一個機會 你說完全雙標 我看怎麼看 其實薛樂園 他可能是想要幫陳時中 就是說你們不要討厭陳時中 陳時中幫他 他會不會有點轉衡仇恨值 轉移仇恨值 他現在幫陳時中惹大麻煩了 因為他是要告訴大家 陳時中之所以被討厭 都是因為他擋人才路 擋誰呢 擋這些無良前客 前客做什麼呢 叫我們去買疫苗 然後透過工商團體 跟這個宗教團體 你一秒鐘幫陳時中得罪這些人 陳時中已經連續兩天 沒有辦法接這一招 這題他不想接 他說請你去問薛樂園 怎麼問薛樂園 薛樂園講說是你擋的 而且我買疫苗的時間 就是去年 去年的時候就是陳時中 當部長當指揮官 那薛樂園他完全不知道 你看今天再去問 他變成是 嘿嘿嘿嘿 太幼稚了我不想回答 不是你想不想 你不是 你違法了 你是不是到薛樂園 你講的事情是一個違法的 我們在2007年民國96年的8月8號 就通過一個遊說法 要說應該清楚 要說我們在立法院跑 就是怕說政府 對 你今天要透明的 你可以叫政府買 你中間到底遊說多少 那被遊說者 來我給大家看一下 遊說法第16條 這是我們的法律 遊說法第16條 被遊說的人7天之內 要告訴大家 是誰遊說你的 他遊說的內容是什麼 那陳時中 如果有人告訴陳時中 我們來買什麼藝圓好不好 你就應該要上報 為什麼陳時中沒有上報 你擋是很好 如果有人要拿不合法的 或者是品質不差的 價格貴的人 去叫陳時中買 陳時中斷然拒絕 他就應該把這些人抱上去 甚至應該把他移送法辦 對不對 那你今天薛樂園講的那麼大一點 他說陳時中把我們擋下來了 那為什麼你當時擋下來 過程都沒有記錄 薛樂園自己不知道害到陳時中嗎 第二個 你說他把他擋下來了 那這過程當中 你擋下來了 你擋下來了這些細節 是你說是陳時中 陳時中自己不敢承認 他說請你去問薛樂園 這不是害止陳時中嗎 然後你說 因為陳時中 是這件事情 讓大家被討厭 但等等 我們台灣有很多人 是因為對防疫的過程不滿意 家裡面有人不幸往生了 所以我覺得我討厭陳時中 被你一講 這些人都變前客了 這些人家裡面 覺得陳時中我不喜歡 在那邊搖頭 你為什麼討厭陳時中 因為你是前客 一秒鐘把台灣不喜歡陳時中 把台北市 討厭陳時中都打成前客 現在他們在家裡 把搖空鞋一摔壞以後 他肯定就不投陳時中了 所以你是想幫陳時中 可是你提油救火了 你是想給陳時中火力支援 結果你直接往陳時中的頭上開槍了 你這根本會害死陳時中 陳時中跟學員 都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 我剛剛跟大家提醒的是 他不只是影響選情 他甚至可能違法 如果有人是前客 不是你想不想講 你就應該把那個前客抓出來 你應該把那個違法的前客 想要騙政府錢 騙我們國人買壞疫苗的人 你快把他移送法辦才對了 學員這次捅了馬蜂窩了 陳時中過去就如同其他的候選人 他們有提出各種居住正義 讓年輕人都可以買到房 住得起房 但是被發現說說一套做一套 自己有在做草房 自己本人 不是他的姊姊哥哥弟弟 這就是高雄國宴大樓 在港灣區高雄港 第一排非常非常漂亮 騎車經過都會看到 這個是被人家張道 他已經委託要賣了 安全永遠比財富更重要 毛胚屋出售當中 開價4580萬 當然也有人講說 這個到底是不是陳時中 因為好像聽說賣了很久 一直都賣不掉 這是記者他跑到裡面 假借要看屋 裡面真的是毛胚屋 陳時中過去高舉居住正義 老舊公寓補助 關懷窩居戶 政府直接包租給租屋困難的族群 你現在講這一些 就會讓人家擔心說 你的政見 你跟這些第一豪宅 高雄第一豪宅都掛在一起 你有辦法真的讓年輕人都有房子住嗎 我們簡單放一下 在2011年的時候 他買預售屋方式買 然後2014年蓋好了交屋 但剛好遇到馬雲九 那時候當總統打房 所以靜賣兩年 到了2016年 閉鎖期打開之後 又偏偏遇到了房地合一稅 所以就割了很久 但割了很久 現在變成他一個理由 他說如果我真的要炒房 我怎麼會買九年 當然有人說 如果真的要炒房 應該是五到八年 這等一下我們請遇封 但是你知道嗎 謝金河 我們財經大師 謝金河2019年 他曾經因為去高雄 他就剛好飯店在國宴大樓的對面 他拍了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 他說晚上十點 你仔細看一下 仔細看一下 真正有亮燈的有幾戶 我算了一下 這樣看過去不到十戶 然後他很感慨 他說太多投資客來囤房 沒有人住房子就沒有價值 他講的 你看這裡面 黑色的某一戶就是陳時中 有一戶就是陳時中他家 謝金河在講的投資客來囤房的 就是陳時中 那現在陳時中進辦說 沒有啦 退休之後才購物等等 林楚音又說 蔣萬安的姐姐 出售大安區的豪宅 賺了九千萬送不上炒房 套一句鄭運棚 套一句鄭運棚 鄭運棚他哥哥是網軍 然後還說 人家問他鄭運棚說 你哥哥的事情你怎麼看 他說他跟我是不同的個體 鄭運棚要不要出來講句公道話 還包括之前四叉貓想 高鴻安前助理三十一位 有三個房子 掏房轉賣賣多少錢 說他違反居住正義 高鴻安身邊的助理 這個是陳時中自己本人 玉峰怎麼看 我們現在講國宴 國宴其實就是高雄第一豪宅 然後我們在跑房地產的時候 結果他非常多的一個新聞 那你說陳時中這個事情 他到底算不算炒房 我就問一件事情 其實我查不到他是不是 因為報紙跟媒體有寫說 他是用智用 可是這個因為他的個人資料 所以我們不知道說 到底是誰把他勾記出來的 可是如果他是智用 那他為什麼是毛胚物 你毛胚物你要怎麼智用 如果官方查到說 你給我登記智用 可是你是毛胚物 這個有法律問題嗎 這個就是 公務人員登載不實 所以這個我們不知道 他是不是真的用智用 因為智用有很多的好處 包括地價稅 包括房屋稅 當然都是智用的稅率 都會比較好 只是我就是很好奇一件事情 如果你是用智用的稅率的話 你為什麼可以用毛胚 還能到他真的用毛胚來住嗎 其實我覺得 因為我們房地產 我們知道說 你毛胚什麼叫毛胚 毛胚的意思就是說 我要未來要轉手 我未來要轉手的話 我要告訴大家說 我沒有住過 所以我們有點像是 以前大家炒那個勞力士 AP跟PP 就是你拿到錶 可是外面的塑膠套 你不能剪掉 剪掉你就說 沒價值 對 偷袋沒價值 所以有錢人的房子 不只是國宴 你到大指 你會看到很多房子 你查他的實價登錄 轉來轉去 可是你從制高點 我去拍過 還是一樣是毛胚屋 因為毛胚屋的意思 絕對不是要來自住 毛胚屋的意思就是 未來要轉手 未來要轉手 然後因為有錢人的話 有自己的設計團隊 所以你就算是天花板 你想想看他是高樓層 如果他要住的話 你要不要把天花板上面 再稍微封一下 因為高樓層都會有那種 強制的那種消防痠頭 那種在風水上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自住 至少天花板要封 那這個狀況 我們來告訴大家說 人家說阿中沒有要炒房 如果要炒房的話 我三五年我就轉手 什麼的 但是因為那個時候 其實台灣的房地產市場 不是一直都很好 你看他買進去 然後又遇到稅 然後又遇到一些狀況 其實如果他在 三五年之後 就要轉賣的時候 在2018年 那個時候的房地產市場 是往下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炒房 你會在市況不好的時候賣嗎 你當然是不會 而且你根本就沒有在住 如果你有毛賠物的話 你一定要等到價錢 就比較好 可是我覺得 要跟大家講一個美港 就是在過去 對陳時中來講 這都不是問題 未來才是問題 未來他賣掉這個房子之後 才是問題 因為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美港 就是說如果你是用自用 你不用真的用自用 反正如果你是在稅籍上面 也是自用的話 然後你持有超過六年 你有四百萬 四百萬的免稅額 因為我們現在 對炒房來講的話 課稅課很重 四百萬的免稅額 對好 那這時候如果陳時中 你七天之後 你可能選上了 或者是沒有選上 這兩件事情 那你如果到時候賣掉 你這四百萬要不要用 你這四百萬 四百萬的稅很重 如果你有這四百萬的免稅額 你要不要用 如果是我 我相信陳時中 他當然是有大智慧的人 如果是我 我一定會天人交戰 我到底是為了我的面子 還是為了我的理智 以現在來講 他已經符合了 就是不管他們選上 大家一定會持續追 對啊 可是你知道這四百萬的稅 25% 15%來講 這是非常非常重的一個稅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 他的為難 應該是後面的稅金 好 台北炒房 桃園炒地皮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大家好 我是謝大周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 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